感谢大家今天这么多人过来 然后我们又是坐得满满的 还是后面有一些站着的朋友 就稍微辛苦一些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内容非常简单 大家坐在这里肯定不会白来 简单的就是说 教大家怎么去找到赚钱的一些机会 非常接地气 不讲虚的 那么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呢 推荐的股票 包括一整年的行情呢 都在大家袋子里 大家可以找一下自己袋子里 有没有一个回报 大概是30%多的股票投资的推荐 那么上面呢 每一只股票 我们都是在公开场合做的推荐 所以说呢 有赚有赔 整体的平均 还是回报非常可观的 那么还有一个纸呢 一张纸是反馈表 大家是可以填一下 之后有抽奖 那么最后的大奖呢 就是空调一台 应该是 那么还有第三个东西呢 是一副眼镜 如果谁的口袋里 或者是那个黑色的袋子里 有一副眼镜 是我们那边一位客户落下的 大家可以找一下 那这位先生举一下手 一会儿有谁捡到了这个眼镜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提示 就是在金融市场 我们现在 GoMars已经做到了 在迪拜 开了分公司 在伦敦也是有公司的 那么澳洲 墨尔本和悉尼 我们都是有公司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去 我们悉尼的办事处 如果是大家 常吹 驻扎在这个悉尼 那么98年 我们成立到现在呢 已经是21年了 时间非常的长 那么股票 外汇 黄金等等的产品 大家都可以做 证券 牌照的号码 也是在底下 这里我就不再解释了 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悉 很多中国华人来到澳洲呢 比较担忧的是什么 是资金安全 对不对 很多人说 GoMarket跟国内的券商 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其实呢 在澳洲的监管 大家的资金呢 是放在托管账户里面 那么这个账户呢 不得用于除客户以外的 任何用途 就说大家交易的时候 这份资金呢 是要交割的 并且是要实名的 比方说 先生藏了一点私房钱 放在GoMarket账户里面 然后太太发现了 想取走 不行 只能取给先生 所以呢 这个安全性 大家可以放心 那么在现在 我们每天早晨 8点半 3CW 都是有广播的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手机 和车载广播来听 那么我的导师呢 也是非常的知名 知名度很高 那么现在也是 摩根斯安利的这个副总裁 跟他经常的交流呢 也能够给我们 带来很多的资讯 比方说 2020年的 摩根斯安利的投资报告 这些都是可以获得的 那我本人呢 也是统计和数学的背景 所以说呢 我们推荐的时候 一般往往是根据 基本面 和数据的分析 整理出来的推荐 那么今天的内容 我们分为四部分 从上往下 第一部分很简单 什么市场排队 人多 这个股价就会一直在涨 那么举例就是 A2奶粉 Blackmore 优衣库和耐克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2020年 我们宏观的讲解一下 史无前例的疯狂 2019年 大家也想必也看到了 金融市场让震荡非常大 18年12月 股市每股下跌20% 但是19年 每股上涨了30% 振幅非常大 那么大行情 大机遇 大家能不能抓住 就看2020年 那么第三呢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我把医生 卖了400万 怎么卖的 大家相信80%的人 一会儿都能看到 记得医生到底值多少钱 那么财富 究竟有没有天花板 我们的家庭财富 到底是达到多少 才能有一个安全感 大家今天聚在这里 我们想到的 不仅仅是推荐一只两只的股票 而是把整个行业 未来我们在澳洲 能向全球卖出去的 投资的一个环境 都告诉大家 那么第四呢 就是全民 负业刚需 我们用社会规律 赚钱 而不是用你的时间 用你的体力去赚钱 什么是社会规律 房子算不算 过去20年 30年 房产的升值 不是我们自己选的房子 多好 而是整个社会 它的财富 集中在房地产上 所以呢 社会规律 如果你抓住了 远远比你自己 努力一小时 去餐厅打工一小时 或者开一家餐厅 一天卖出100个饺子 1000个饺子 要更有吸引力 更有价值 那么再往后 大家看一下这张PPT 上面有五只股票 分别是LV 路易威登 潘多拉 耐克 Blackmore 以及A2奶粉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马上又要过圣诞了 在做的如果是今年赚着钱的朋友 也要给自己的太太买个LV包 那么这五只都是上市公司 大家看一下分别对应的哪一个走势图 股票走势图 我们刚刚的题目是排队 大家想一下这五只公司 哪两只现在已经没有人排队了 潘多拉没有人排队了 还有哪一只 Blackmore也没有人排队了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 潘多拉现在呢 以前在14年13年的时候 我刚来澳洲的时候 门口排的潘多拉的队非常长 那么到现在已经没有人排了 那么Blackmore呢 也是从15年16年非常火 到了17年 就没有人排队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股价 左上角第一幅图 这个呢就是潘多拉的股价 对吧 从16年之后没有人排队了 股价一路向下 那么131415年3年的时候 股价涨多少呢 从58块钱涨到了900块钱 接近20倍 大家天天去逛街 天天都能看到排队了当年 但是没有几个人去买 那么右下角是Blackmore的股价 咱们澳洲Blackmore 当时呢 14年时候是30块钱 那么到了15年时候是200块 多少倍 也是接近了七八倍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怎么去抓住好的股票 就是从生活中抓 不管你的学历多高 这个跟学历没有关系 只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那么剩下的三只呢 分别是LV 耐克 和A2奶粉 大家看一下剩下的三张图 对应一下 我们先说 大家看一下LV 现在门口还是有排队的 对吧 我昨天又去了一趟商场 那么看到了 还是有排队的 那么大家猜一下 LV的股价是哪一个 还是有少数能够发现的 是左上角第二个 这个目前呢 大概是300多块钱 那么耐克呢 是左下角第一个 左下角 那么是大概是90块钱 从18年50块钱 到现在接近翻了一倍 那么右边 第一个图呢 是A2奶粉 A2在18年 19年没怎么涨 横盘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 A2的战略 现在在海外的扩张 受到了阻挠 受到了挫折 所以呢 LV现在排队 排得非常猛 耐克出了一款新鞋 排得也非常猛 所以呢 这就是耐克排队的情况 你说股价能不涨吗 对吧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的 就是说 你在这么平淡的一个市场里面 去找到真正能够突破的 这样的一些投资机会 这个呢 是我们需要抓住的 也是我们跟其他 那些传统的股评价 不一样的 不是说找到一个股票 就推荐 而是有事实客观依据的 真正的需求 那么为什么把这双鞋 和比特币放在一块呢 大家知道现在比特币的价格 是多少吗 有很多人还说一万的 我也想还有一万的 现在已经是跌到了八千了 七千多八千 这个价格徘徊 那么旁边这双 17年上市的耐克鞋 当时上市价格一百九 大家猜一下 现在多少钱 两百 两万人币 两万人币是多少美金 四千五千 大家看一下 最高峰冲破了一万 现在大概是七千多澳币 比比特币还值钱 对吧 一双鞋啊 这是 所以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公司 LV A2奶粉 耐克 还有blackmore 他们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优质的产品 垄断 对吧 竞争少 第二呢 就是市场足够大 你LV可以全球卖 中国人买 迪拜人也买 澳洲人也买 英国人也买 美国人也买 印度人也买 对吧 没有谁不喜欢的 有钱了就买 那么刚需是什么呢 就是别人有 我也想要 对吧 比方说别人家的孩子喝A2奶粉 为什么我的孩子要喝 没有品牌的呢 所以呢 他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我也想要 那么第四呢 就是最赚钱的 就是一定要具备金融和收藏属性 比特币你说有交流成本 对吧 你可以交流 交易 对吧 但是呢 现在还有什么可以 耐克的鞋也可以 耐克的鞋 现在有具备了金融属性 对吧 你没有市场交易 没有金融属性 它价格只是水平的 对吧 所以呢 金融属性 它是指数型投资 那我们平时 普通人做的买的股票是什么 是直线投资 包括我们做生意 也是直线投资 开餐馆也算 或者是我们打工 上班 也叫直线投资 因为你的财富是一天一天积累下来的 那么这种产品呢 是单一的 靠天吃饭 对不对 并且呢 你的竞争化非常激烈 包括我们上班 可能一个00后 明天又来了 对吧 现在都是00后的天下 又把我给顶掉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一代一代的人 我们呢 在一个同质化比较高的时代里面 大家看 City 开的奶茶店有多少 天天都在开新店 你说最后怎么能赚钱 那么第二点指数投资 是我们需要去找到的 大家也能够找到的 就是 类似于亚时兰袋 类似于口红 在座的女性 肯定是经常买口红 买一些护肤品 保健品 对吧 那么在20年前 想一下我们的父辈 那一代 大家呢 可能 我母亲一年只买一只口红 但是现在呢 各位女性 可能生气一次啊 男朋友就要买二三十只 圣诞节要来了 要买12只口红 要12生肖 都是批量买 那么假设在20年前 全世界的消费人群 只有100万 那么现在 大家生活水平高了 有1000万 10年20年之前 每个人买一个 那么现在每个人买10个20个 对吧 以前一年买一次 现在每年买五六次 那你说他的消费 和股价到底会怎么变 肯定是暴涨 对不对 因为他的消费 已经比之前扩大了 10倍 乘以10倍 乘以10倍 是1000倍 这叫乘数效应 叫指数效应 这些公司 是我们需要去找 去投的 那么第三呢 就是爆发式增长 这个种可遇不可求 像我们今年上半年 推荐的那些 暴涨70%的股票 都属于类似的 可遇不可求的 那么一定要有 信仰附加值 和可以讲故事 比方说 很多人现在LYC 是被套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法讲故事 中美谈判成了 都签协议了 你说稀土还怎么打 所以一旦有故事形态在里面 它可能瞬间股价就暴涨 50% 70% 那么下面这幅图 也是苹果的一幅图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果农 农场主 那我们卖的 就是一斤一斤的卖苹果 我们开超市的 我们就是一筐 或者是一小筐 卖苹果 更贵一点 但如果它是一幅 创作出来的苹果的画品 创作出来的艺术品 那么价值几百万美金 所以呢 以耐克公司为例 我们现在也上了美股 耐克这种公司非常好 当然大家 以前没有接触过来 现在可以关注 它就属于指数增长 它既有生产环节 也有销售环节 也有附加值 在刚上市的时候 它是一毛六分钱 现在是九十三块钱 五百八十倍的涨幅 如果是我早是出生一点点 我可能就买了一点点 但是我是九零后 不是八零后 它是八几年上市的 那么它呢 首先有垄断权 对吧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这种运动品牌里面 耐克和阿迪 还是比较龙头的 那么第二呢 它有六十亿人口的市场 对吧 男女老少通吃 不管你有钱没钱 都能买得起 那么有钱的 你可以买一万块钱 一双的鞋子 那么没钱呢 咱们大家可能 平时买十块钱 二十块钱 一具T恤都可以 所以它的市场 是六十亿的人口市场 部分年龄高低端都有 第三的核心 是现在耐克的产品 有了金融属性 那么之后 第二部分 我们讲2020年 我们大的机遇 大家能不能抓住 在过去 我们现在来的大部分朋友 都是儿历之年 或者是已经有家庭 有小孩了 那么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面 我们看一下中国 经历了七次大的机遇 有几个人抓住了 抓住了 那么我们就完成了 阶层的一个蜕变 首先是77年 第一批大学生 当时只要读完大学的 都是社会精英 我当时呢 也是老师 我的老师 在中国是第一批读了金融 在上海读完 上海读完金融之后 现在他的学生 全都是在中国的基金公司工作 并且都已经是一哥大佬级别的 那么这一批人呢 都是知识界的精英 那么第二批呢 是八八年 到九几年的企业的第一批 那么这一部分的企业家 创造出来的这个企业的优势 非常大 因为他们在当时 是干什么都赚钱 欠银行贷款不用还 对吧 银行催着你去贷款 多贷点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价格双轨制 投机 我们现在说是投机造把 当时呢 是大家谁有关系 谁上 市场化 那么这一批呢 改革开放以来 是最大的一部分 叫国企私有化 或者是国资私有化 这部分 那么大家可以卖这种粮票 这种东西 那么到了之后呢 又是知识分子下海经商 包括我们当时出现了 这个第一批的股销 然后01年加入WTO 迎来了中小企业的春田 那么在南方 大部分的人赚钱 还是出口到了美国 那么03年到18年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大爆发 我当时呢 也是03年 那么当时房改呢 在北京 也是听到了这个 房改的一些消息 但是呢 因为不是那么确信 年纪也比较小 但是北京很多人 当时就提前知道的消息 所以呢 03年之后 中国的房市迎来了爆发期 那么第七 就是最后一波 互联网浪潮 那么依旧是60后 70后的PC端 80后的手机端 那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赶上一波浪潮 如果没有赶上 我们没有亲自参与 你买的股票 有没有帮助你 实现财富的增长 包括60年代创业的 王石 还有万科这些企业 那么我们思考一下 有没有什么共性 这些企业 那么他有房地产 有互联网的 有企业类的 有推广到全世界的 那本质上是刚性需求的 集中释放 对吧 曾经中国人的房子 都是分配的 但是到了03年 突然之间全部商品化了 90年代 你买什么粮食 都要靠国家 靠粮票 但是突然之间商品化了 对吧 你一个世界级别的 或者全国级别的需求 释放出来了 那么还有什么是这样的 包括苹果 iPhone iPhone算不算 以前没有 突然出现了 这种就是需求的 集中爆发 为什么现在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是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买的 大家想一下 还有什么可买的 大家都有车 有房 有手机 对吧 有电脑 你还想买什么 没什么可买了 对吧 如果倒退到10年前 我们想换一个好的手机 倒退20年前 我们想买一个好的电脑 所以你看到现在互联网巨头里面 还有股市里面 市值最高的 都是IBM 微软 苹果公司 这些 对吧 是因为全世界带动了 它的需求释放 爆发出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在等的 就是下一个 科技的爆发点 如果没有 那么经济就会衰退 因为各行各业 我们都不需要再去买东西了 手机 我三年一换 两年一换 我不需要每年一换 所以刚性需求的 集中释放非常重要 那我们看一下这幅图 除了产品 有需求释放 资金 也要有 如果你光有产品出来了 钱不去 没有 对吧 那么负利率时代 2020年 绝对是负利率 可能再负利率 那么 右边的是 全球债务的收益率情况 那么中间 我们算是 第一个是4.0 3.2 3.2 这个是股票 分红 后边的负的 0.4 0.3 是债券收益率 也就是说 现在有16万亿美元 在全球是负的收益率 债券 但是澳洲的股市规模 只有1.3万亿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什么比较奇怪的地方 那么大的债券市场 大家资金往里涌 全是负收益率 但是股市的分红 至少是正的 4% 银行股 6% 7% 所以一旦债市的资金16万亿 涌到了股市上 它能吃下十几个澳洲股市 所以澳洲股市 有没有可能翻十倍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翻个十倍 所以它的资金一旦进来了 供求马上发生了变化 现在机构的资金还在债市上面 如果明年继续出现危机 负收益率继续出现 那么企业出现债务违约 股市将会是巨大的资金池 会吸引大量的资金进入 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下自己 解决了这三个问题 我们才知道 未来的股市还能红火多久 第一是负利率时代什么时候结束 第二是什么引发了它 第三 利率上涨的主导因素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利率一跌 股市涨 对吧 今年表现得非常完美 美国 澳洲都在降息 中国在降准 所以除了中国以外 美国澳洲都在涨 我们看一下美国方面 涨幅以及持续的时间周期 基本上美国每次牛市来了 都是翻倍的涨 每次基本上都是 那么持续的时间 短的大概是有二三十个月 长的话 一百多个月 非常长 对吧 一百多个月是十年的时间 你就放在那什么都不动 就够了 那么现在美国股市已经创出历史新高 突破两万八千点 所以负利率时代最大的风险 就是银行存款 不进则退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在逆水行舟 如果你的资产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 别人再增加 你再缩水 你想想物价能通胀到什么程度 对吧 现在奶茶都要一杯七八块了 那么以后十块钱 二十块钱 你工作一个小时 二十块钱能干什么 对吧 那么2020年 我们再回顾一下大的英联邦 因为澳洲是英联邦 还有两个朋友 英国和新西兰 那么在英镑呢 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精准的推荐了 上涨了800点 短短的三天 那么中间的这个十字星 竖着这个时间 就是我们当天推荐的时间 大约是在10月8号 广播中推荐的 那么10月10号开始连续8天的上涨 涨幅高达8000点 那么一手的话 就是15000澳币的利润 对吧 相当于我们很多人 几个月的工资 所以呢 买预期 卖失时 就是金融里面最核心的一部分 当英国利空出尽了 我们都知道 它脱欧到了尾声 到了10月份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 让它价格下跌呢 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英国英镑方面的 一些投资的机会 那么英镑呢 在未来呢 依旧是震荡 因为现在12月它又出现了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能买涨吗 不能 因为它提前大选 12月 目前政党非常不稳定 第二点 脱欧期限延长至1月31号 脱欧简直 比离婚还难受 离婚你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 大家都不想看到对方了 但是英国和欧盟很暧昧 那么导致的影响 就是三分之一的企业 都在裁员 尤其是汽车行业 并且英国的GDP增速下降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国家就是新西兰 我们知道一直 我们都在推这个奥元队纽币 1.03 1.04附近买涨 这种大的行情我们要抓住 那么很简单 新西兰明年要大选 澳洲政府给了 新西兰政府什么建议呢 可以不团结 千万别动税 动税就死 因为选民最怕的 就是税务方面的问题 那么新西兰为什么在过去 房价股市一直创新高 右边是新西兰的股市回报 对吧 那么澳洲扭扭年年 到现在都没有创出新高 但是新西兰一路在创新高 从2500点 涨到现在11000点 同样的澳洲是从3200点 涨到6800点 澳洲只翻了一倍 但是呢 新西兰涨了四倍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它有 资本利得税的免税政策 所以呢 催发了大量的一个泡沫 如果未来 新西兰出了问题 那么纽币会大跌 新西兰的股市 也出现巨大的一个风险 那么新西兰的人均收入 只有4万多 工资低的非常少 那么比澳洲 接近是澳洲人民的一半 但是呢 汇率上基本上是1比1 那么这个呢 就会引发大量的一个资本 转移的问题 另外 新西兰的房价 跟澳洲 差不太多 对吧 你想 它的收入只有4万多 凭什么 澳洲收入8万多 房价却差不多 这个呢 就会有较大的一个风险 第三部分 我把一生卖了400万 给大家看看是怎么算的 那么传统意义上来讲的话 我们大部分在做的呢 都是工作 或者是做小生意的 那么好 我们算一算 每天我们的收入 每年我们的收入 假设我一年10万的年薪 其实在华人里面 10万也是算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 对吧 那么你算40年工作 那也就是400万而已 没有再多了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收入的话 你一生啊 40年都卖给了一家公司 那么你只能赚这么多 相当于是我400万 买了你一辈子 那么如果你的收入 没有指数级别增长的话 那么在未来是非常难受的 我们看一下 在过去 澳洲的股票大盘 平均上涨13% 但是我们大家养老金 回报是多少 有超过10%的吗 有的话请举手 有没有 再等两秒钟 还没有举手的 没有 那么为什么澳洲养老金 大家的回报这么低呢 而澳洲的大盘 都能做到百分之十几的回报 那么差别是在哪里呢 您看一下 如果本金是5万块 每年赚7% 那么40年之后 是74.8万 但是如果你的回报 每年是13% 40年之后是687万 中间差了整整600多万 你想你工作 或者是你做投资 40年之后 你每年只差 两三三四个百分点 但是你40年之后 差了600万 600万大家开不开心 还是挺开心的 毕竟是600万 所以呢 大家要找到 自己能够获得 10%以上的收益 这些能力 大家要锻炼出来 那么我们目前 有一些优势 就是更灵活的金融杠杆 大家知道澳洲的融资成本 你盖房子 或者是你开发 大概是8% 中国的融资成本 大概是12% 信用卡是24% 那么afterpay 大家都买过 股票 afterpay 大概是30%多 36% 那么golmash的目前呢 股票做多的融资利率 大概是3.5% 做空是1.5% 跟我们的银行贷款利率还要低 那么金融 大家很多不太了解 什么是杠杆 假设我们现在有5万块钱 一年内不用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有四个选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买一套公寓 30万 对吧 买一个二手公寓 利率呢 贷款利率是4% 那么第二点呢 开一家奶茶店 25万的成本 25万的成本 商业贷款利率是8% 第三呢 买一辆好车 比方说买辆X5 15万 我们利率呢 车贷利率是7.5%到9% 那么最后一个golmash 大家看一下纸上31%的 一个投资组合 推荐 如果我们只用两倍杠杆 利率是1.5%到3.5% 那么看一下结果 第一点 你的租金回报 减掉物业费 减掉贷款成本 大概呢 你能赚3000块一年 很合理 对不对 一个公寓30万 那么第二点 你开一家奶茶店 我之前算了一下 大概呢 你一天要卖出掉 164倍奶茶 你才能盈亏平衡 第三点 买车的 是最惨的 对吧 因为你有折旧 你有养路费保险 你还要还利息 那你供亏损 上来就亏损了3万块 你本金才5万 那么最后一个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用两倍的杠杆来做 31% 减掉利息成本 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呢 杠杆 是一种工具 看你怎么用 那么下半年 我最满意的 这个买入的呢 就是NAN 那么6月24号 我们也推荐了 除了NAN以外的 一些科技股和医药股 CSL NAN 涨幅都超过30% 这是上一次 24号 就在这里 我们推荐的 两支 超过30%的 那么Cochlear 作为耳窝呢 是涨幅超过10% 那么现在 价格 已经是超过了7块钱 当时呢 才5块多 最后 我们看一下 今天在座的 我相信 大家是为了自己来的 也有为了家庭来的 这个呢 就是最主要 最关键的部分 到底是用体力赚钱 还是用时间赚钱 还是用钱去赚钱 还是用社会的规则去赚钱 那么规则 是什么 就是你在投资的时候 你选择一个未来 发展最有优势的国家 以及行业 在选股票 那么初级的 争产制造业呢 就是农业 像刚需的一些简单的 JNC 贝拉美 中级的商业呢 是现金奶牛 对吧 是一种商业行为 大概就是Cost 那么高级一点呢 就是互联网 创新行业和金融行业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 正在释放的单身经济 对吧 那么在澳洲还好一点 国内现在单身比例非常高 然后呢 男性消费正在崛起 大家都可以去寻找 这样的投资机会 那么最后呢 就是华尔街和硅谷 那么金融加IT 第一类呢 大家可以看一些 超跌股 CJC 主要是生产一些蔬菜 种植 那么COE呢 就是李嘉诚 都已经是退出了房产 目前基本上都在英国 去买一些红酒 还有天然气 那么澳洲也有天然气 像这个AJL Energy 都属于COE 供应的 那么第二类行业 是教育行业 澳洲一直是教育出口大国 那么IEL呢 这家公司表现非常不错 在去年的财报 每一个回报 基本上都在增长 百分之二十几 到三十几的幅度 所以增幅非常大 潜力非常高 也是上市公司 澳洲好的上市公司 教育类的 非常少 那么第一呢 我们知道 澳洲呢 目前有留学生 七十五万 中国留学生 大概呢 是二十万 每年都在 以百分之十 左右的速度增长 第二呢 大家知道 中介怎么赚钱吗 有人知道 中介怎么赚钱吗 不是很清楚 澳洲的教学制度呢 是commission结构 比方说 我成立了一家机构 我有十个学生 到这家学校 TAFE上学 学费 一万五 那么十个 就是十五万 TAFE收到学费之后 会把百分之三十 退给中介 作为commission 百分之三十 如果你是 IEL 这么大的一家 上市公司 那么退给它的是多少呢 接近百分之四十五 就是你学费 接近有一半 是退给中介了 那么这是TAFE 或者是 这个知名度 小一点的学校 那么像莫大 莫纳什 悉尼大学这些呢 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他们学费高啊 对吧 所以你读四年 读三年下来 你这样将近一百万人币 你想想有多少人 多少钱 退给了中介 那么有的中介 还收两份钱 收学校一份 收客户一份 所以呢 中介是非常赚钱的 我们看一下 它的增长 这已经是到达了 税后净利润 是一百多个million 税后净利润呢 就到股东口袋里了 这么多钱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金融冷门行业 是催收的 催账 大家都知道之前 比较火的afterpay 大家赚到钱了 大部分人还是赚到钱了 现在股价涨有点高 那afterpay出现坏账了怎么办 得有个人去收啊 对吧 那么就是ccp 去收账的 所以呢 很有意思啊 当一个前面的公司啊 就是这个行业的龙前面 这部分结束了涨幅 那么后面这部分 是不是要跟上来 那么这样公司啊 他就是打包回收的 那么目前使用率23倍 在金融科技类的 处于比较偏低的啊 也是正常偏低的一个水平 ROE回报大概是16%到18% 那么如果未来经济非常不好的 这种情况出现了 啊 银行 坏账越来越多 那么交给谁 都交给他了 ccp在去年和今年 最多增长的坏账收益 是来自于银行 尤其是美国的银行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的大学生 年轻人负债非常高 所以呢 他们把这些不良资产 打包给ccp之后 ccp负责催收 我在中国呢 做过一段时间 这个叫不良资产收购 打包 那么中国当时什么情况呢 比方说是民生银行啊 或者光大银行这种商业类的银行 他们 有一百万的房产啊 他收不回来了 那么 以八折的价格 交给四大管理公司 东方资管 对吧 一百万的房产 八十万就 就甩掉了 如果像中石油中石化的负债 比方说七千万 中石化欠了 这个银行七千万不还 企业贷款啊 你说光大银行怎么敢跟中石油要钱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呢 就交给了专业的资管公司 那么资管公司通过走后门 多给点钱的形式 把这七千万要回来了 但是大家猜一下 他收购这个不良资产包 花了多少钱 大胆猜 七千万的不良资产包 七十万 大家想知道中国人很多人是怎么致富的吗 就是这么致富的 这属于你可以称之为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也是可以称之为正常的金融商业行为 因为它确实是坏账 对吧 你不值钱的账 然后甩掉之后 那现在七十万 你要回来的几千万都是你自己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催收 这门生意的最大的亮点 因为银行着急啊 银行中国的银行有个问题 就是它有考核的 如果你的整个银行 你这个分行 你的坏账率超过3% 你的行长都可能有危险了 对吧 它有个坏账率 所以它必须要打包处理掉 叫资产剥离 那么美国和澳洲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不良资产过高 你会影响银行的信用评级 前段时间四大行发债 融资成本接近4% 对吧 你发掉了之后 如果你的评级降掉了 你的融资成本要升高到5% 如果你不是3A评级的银行 所以呢 现在房贷的赚钱 大概只赚百分之三点几 对吧 大家去买房贷款就是三点几 那么银行现在融资就要到四点几 如果它的评级掉了的话 那风险更高 那么这个呢 就是催收 那么在购买时呢 大家也是可以开这个super账户 trust账户和个人账户 以及公司账户 所以呢 大家要有一种概念 就是说自己的钱 自己来管理 如果你每年比别人少了5% 那么长期40年50年积累下来 那就是几百万 别人赚了600多万 我们就只赚了一个零头 所以呢 这个啊 就是我们一定要自己学习到的 并且呢 我们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家人 或者是交给我们的小孩子 让他们去了解金融的一些规律 那么我的部分呢 就到这里了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呢 就有请我们的中文部总经理 麦克 就有点几百万 好